小小咪我們今天要來講世衣出版的 品德智能學習圖畫書 白鶴 跟誰 他是誰 對 狐狸 與白鶴 這是一本要培養同理心與尊重別人的品格 因為狐狸有點壞壞 他欺負白鶴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故事吧 狐狸與白鶴 所以你對待別人是要用同理心 狐狸和白鶴是鄰居喔 常常猜迷與筆輸贏 輸的一方要請對方吃飯 這一次狐狸又猜輸了 這已經是第五次了 狐狸很不甘心 想出了一個主意 嗯 明天來我家 我請你吃豐盛的晚餐 白鶴點點頭說 好 我一定準時到 所以狐狸出了什麼壞點子呢 第二天 白鶴高高興興的到狐狸家 一進門就聞到好香好濃的鮮魚湯味喔 請坐請坐 我馬上把鮮魚湯端出來 白鶴趕緊坐下 開開心心的等待著 狐狸把一鍋湯端出來 咬在淺淺的盤子上 來來來 請喝湯 保證好喝喔 欸 他怎麼給他咬在淺淺的盤子上 這樣白鶴怎麼吃啊 嗯 白鶴用尖尖長長的嘴巴在盤子裡吸啊 啄啊 就是一口湯也喝不到 因為白鶴的嘴巴真的是太長了 對不對 他睜大眼睛 不高興的對著狐狸說 你用盤子裝湯 我怎麼喝呢 哎呀 你學學我呀 狐狸呢 呼嚕呼嚕 大口大口的喝湯 哇 真好喝 你也試試看 白鶴氣在心裡 說不出話來 他這樣餓整別人 對不對 過了幾天 輪到白鶴才輸了 要負責請客 這一回他準備要好好的回報狐狸 狐狸先生 我準備好吃的食物等你來喔 啊哈哈 終於輪到白鶴請客了 狐狸開心的想著 狐狸呢 依約定來到白鶴的家 嗯 好香的味道啊 嘿嘿嘿 我今天要大吃一頓 他歡歡喜喜的期待著 等啊等啊 白鶴终於斷出了晚餐 狐狸却看得發了呆 傻了眼 是什麼樣的晚餐啊 噔噔 原來白鶴把食物全部都专在 長長窄窄的瓶子裡 像這樣子 狐狸吃得到嗎 嗯 你把食物都裝在瓶子裡 我怎麼吃呢 狐狸氣呼呼的說 你學習我啊 白鶴把尖尖長長的嘴巴伸進瓶子裡 吃得津津有味 吃地瓜 我也猜 對啊 可是他吃不到喔 這就是你請客的禮貌嘛 上次你用盤子招待我 今天我用瓶子回請你 這是學你的 有什麼不對嗎 唉 狐狸呢 慚愧的低下頭 不敢再多說話了 所以你現在就知道了 不同樣的嘴型啊 用不同的器皿吃東西會比較方便 不過他們其實也有點阿呆 可以用別的方法啊 對不對 可以到處來吃啊 到處來倒在桌上吃也可以 對不對 齁 那白鶴這邊要怎麼辦呢 白鶴就比較難了 你覺得他嘴巴那麼尖怎麼辦 不知道可不會讓他嘴巴長大 然後直接把整盤的湯倒到他嘴巴裡 或是如果用湯匙呢 會不會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也可以試試看 那個這邊有講到所謂的 以其人之道還至其人之神 白鶴是受到了普黎的欺負 他才這樣報復他 不然我們平常做事做人的時候 一定要有同理性 我們來看看這裡有什麼不同 好啊 我們來先看看這兩幅圖有什麼不同 這個有巧劇者這裡面 嗯哼 這裡有球這裡面 好 兩個了 還有嗎 這裡有剪刀這裡面 三個了 還有嗎 好像都猜對了 這個比較簡單 比剛剛孫悟空那個簡單很多 好 那猜猜我是誰 上牌是動物們的特徵 有條紋 然後長鼻子 長長的腳 還有一條尾巴 這是尖尖的嘴巴跟鼻子 你覺得牠們是誰 那是剛剛白鶴和狐狸 對啊 你把我喜歡的 斑馬 然後這是誰 大象 媽咪喜歡的 這是誰 白鶴 我也喜歡 那這是誰 寶貝喜歡的 獅子 獅子吧 對啊 這不是老虎喔 然後這是誰 狐狸 對不對 你喜歡狐狸喔 原來如此 尋找伙伴 不同的動物呢 吃東西的方法也不同喔 你發現了嗎 請把吃東西方法相同的動物 在圈圈裡面圖像相同的顏色 所以 嗯 我覺得這兩個應該是相同 因為青蛙跟這算是蜥蜴嗎 牠們都是把舌頭伸出來捕捉獵物 還有嗎 蜜蜂跟蝴蝶應該都是 牠們有一個吸管 可以吸花蜜 所以是同樣的 再來呢 我覺得牛跟馬應該是同類 羊應該也是 牠們都是低下頭來吃草啊 猴子跟鳥我就不知道了耶 說實在話 還有解答嗎 媽媽遇到瓶頸 我覺得 猴子可能牠製成一個 因為牠是用手吧 對不對 抓食物 那鳥的話 用鳥會去捉 所以這邊有跟牠同一種 另外單獨的一種 拿氣球比賽 你是一個懂得尊重別人的孩子嗎 下面的氣球裡面有一些事項 如果你有做到就可以得到一個氣球 沒有的話就不能得到 我已經同意不拿別人的東西 你有沒有做到 有嗎 你要再加油 因為有的時候你還是會稍微去拿 沒有先問過喔 那這顆氣球給你 懂得禮讓別人 會不會 有這個你有做到 不過七五同學和同學快樂的相處 和樂的相處 有沒有 有 通常都是你是被七五的那個 上學不遲到 準時上學 敢點頭 等一天都在遲到的人還敢說 敢點頭 對啊 你不敢點頭吧 玩遊戲輸了也不哭鬧 好 沒做到對不對 這兩顆氣球不能拿喔 上課專心聽話不隨便講話 有嗎 有喔 好 進廁所前會敲門 有 為什麼你每次跑到廁所 每次上廁所的時候 你就直接破門而入啊 好啦 這盤就是 狐狸與白鶴 要學會尊重別人喔 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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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心現在要發揮在什麼 小小明明自己吃完點心 應該把碗跟盤子拿去 不然到座毛明就會辛苦幫你拿 你自己吃的東西要自己收 好嗎 我可以幫助你 我有同理心 我幫你拿一個 你自己拿一個 好嗎 好 希望大家都喜歡狐狸與白鶴的故事 好嗎